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下午 楚怀人便告诉了父母 楚明镜说 人儿 你是家中的独子 家里的生意将来自然是要交给你打理的 既然如此 你带他回去一趟 顺便采买一些货品 拜见为父的几个朋友 熟悉一下进货的流程 家中的事情 有我和你娘来打理就行了 你们放心地去 当天下午 楚怀人陪着妻子李氏去了街上 采买了回娘家所需要带的礼品 然后回家一起收拾行李 晚饭时 楚怀人父亲楚明镕拿出几封书信 合几百两白银交给了楚怀人 楚明镕说 人儿 以前你曾多次随我去卢州府采买布匹 等你以后熟悉了生意上的事情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 多陪陪你娘了 这些年 我欠她太多 你心地善良 豪爽耿直 这是好事 但很容易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 女朋友相处时要记住逢人只说三句话 为可全抛一片心 早点回来 免得我和你娘担心你们 楚怀人说 爹 你的这些教会我都记住了 孩儿已经长大了 是该历练历练 为你分忧 你在家不用那么辛苦 你多抽时间陪陪娘 我快则半月慢则一个月 一定会回来 你和娘就放心吧 第二天 楚明镕安排管家套上马车 陪着楚怀人夫妇一起启程 时值春天 春光明媚 花红柳绿 夫妻二人走走停停 仿佛度蜜月一般 由于只有一百多里路程 他们又坐着马车 所以打算傍晚时分赶到卢州府 然后在卢州府住上一夜 第二天陪礼是回娘家 所以一路上楚怀人夫妇都不着急 晌午时分 他们来到一座山下 沿途风景秀丽 管家说内急 需要去树林方便一下 于是楚怀人夫妇下马车 忽然看到不远处 一个猎户满载而归 从山上下来 相公 你看那个猎户手里 是不是抓着白狐 看着挺可怜的 不如我们买下放生吧 也好给爹娘还有咱们几点得 当夫妇二人走到猎户跟前时 李氏看了一眼 猎户手中提着的一只白狐 小声地提醒楚怀人 楚怀人也忍不住 看了一眼白狐 楚怀人笑了笑说道 娘子 是不是因为我们结婚一年多 你的肚子还没有动静 着急了啊 哈哈 相公 你又取笑人家了 难道你不想早点有寒儿 我是真的看着白狐可怜 李氏被丈夫这么一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娘子 我是开玩笑的 白狐受了伤 还流了血 他的眼睛好像还在流泪呢 我也想救他 楚怀人说完 拦住猎户问道 猎户大哥 这只白狐可否卖给我 难道你们是做皮货生意的 反正我捕猎都是拿来卖的 只要你们出的价钱公道 我自然会卖给你们的 你愿意出多少银子 猎户见一对年轻而且陌生的夫妇 突然要买他手里的白狐 对于他来说 打猎本就是为了谋生 既然有人买 自然求之不得 嗯 我不是做皮货生意的 我看你满头大汗 上山打猎 也不容易 五两银子 不知你一下如何 楚怀人就胡心切 他不太清楚白狐的价格 不过他觉得五两银子应该可以了 殊不知他给的价格 远远超出了猎户的预期 猎户以为能给个二两银子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所以猎户高兴地说道 看来公子真的很识货 这只白狐通体雪白 他的皮毛拿来给你夫人做个围帛 保证他冬天不会觉得寒冷 猎户大哥 你误会了 我买白狐不是为了他的皮毛 而是见他可怜想放生 楚怀人见猎户误会了自己 赶紧解释道 猎户心里一惊 说道 看来公子不仅善良 而且是个有钱人 我辛辛苦苦进山打猎 赚钱养家糊口 而公子你却要买了放生 着实令人佩服 对了 我看你们很面生 莫非是出门做大生意的 楚怀人被猎户这么一夸 连忙说道 我也不是什么大生意 就是去卢州府 才买几件铺子的货物而已 既然和你相遇 说明我们和白狐有缘 那就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吧 等等 少爷 你好端端地买白狐干什么 对了 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管家方便完了之后 赶着马车追了过来 他见楚怀人 在和猎户谈买白狐的事情 赶紧问了问 楚怀人说出了价格 管家立即对猎户说道 这位小哥 你分明是骗我们家少爷 这白狐顶多也就二辆银子 你竟然要五辆 猎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此时楚怀人说道 算了 这个价格是我主动说出来的 既然我已经和他说好了 做人要讲究诚信 怎么能出尔反尔 你赶紧拿钱给他吧 算你走运 遇到我们家少爷 管家见楚怀人这么说 他也没再说下去 而是拿出五辆银子 递给了猎户 然后接过了白狐 交给了楚怀人 准备驾着马车继续赶路 且慢 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既然你这么讲诚信 我若退钱给你 便陷你于不义 我今天为我的妻儿采了些新鲜的丧肾 你们不如拿着路上吃 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猎户说完 硬是递给楚怀人一包 用大树叶包着的丧肾 楚怀人看着有的红色 有的棕红色的丧肾咽了咽口水 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却知不公了 楚怀人接过丧肾 递给了妻子李氏 然后抱着白狐上了马车 继续赶路 路上夫妇二人见白狐受伤 替白狐处理了伤口 白狐眼泪汪汪的看着楚怀人夫妇 时不时的发出音音音的声音 似乎是在感激他们 过一会儿 就来到了山坡的另一侧 李氏说道 相公 这里离猎户已经很远了 再往前就是小镇了 毕竟带着白狐也不方便 我看白狐精神很好 不如我就在这里将白狐放生了吧 楚怀人让管家停下了马车 然后带着李氏一起将白狐放生 李氏说 白狐 你以后要小心点 别到处乱跑 要是再被抓住 可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白狐到了地上 三步一回头 看着楚怀人夫妇 然后点了点头 钻进了树林 往深山处跑去 夫妇二人这才放心地上了马车 去镇上吃午饭 到了下午 夫妇二人有些困意 楚怀人让管家别那么着急 马车慢点赶 因为李氏没多久 就躺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楚怀人想着到卢州府后 该如何安排 见生意上的人 没有提前预约有些不妥 但是可以见见自己的朋友 楚怀人的朋友名叫赵四金 生下来只有四金 可是在他八岁那年父母去世 赵四金跟着他的叔叔婶婶一起生活 可是赵四金的叔叔婶婶为人刻薄 把他当仆人使唤 对他非打则骂 后来赵四金实在忍受不住 十三岁时就来到县城自己谋生 可是他一个人 人生地不熟 如何谋生 后来成了乞丐 结果有一次他实在饿得不行 就趁人不备拿了别人的包子吃 被胖揍了一顿 刚好被从学堂回来的楚怀人遇到 楚怀人见他和自己年龄相仿 如此可怜 再加上楚怀人性格豪爽耿直 乐于助人 他就帮赵四金解围 还带他回去吃饭 楚怀人本想求父亲收留赵四金 让他在自己的店铺里面做个学徒 可是楚怀人的父亲楚明容 觉得赵四金来历不明 而且他为了帮助穷苦的人 店铺的伙计早就超远了 不过楚明容见赵四金身是坎坷 孤苦无一 就将他介绍到朋友的米铺当伙计 赵四金感激涕零 千恩万谢 赵四金能吃苦耐劳 勤勤恳恳 在米铺做得不错 楚怀人上下学堂 会从米铺经过 时间长了楚怀人和赵四金成了好朋友 后来赵四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他不想一辈子当伙计 希望将来有自己的店铺 楚怀人觉得赵四金是个有志向的人 对他十分钦佩 不过赵四金毕竟是个伙计 积蓄不多 想自己开店铺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开口希望楚怀人能帮帮他 楚怀人说道 赵兄 我见你是个能吃苦而且有志向的人 我早就想帮你了 既然你开了口 你打算让我怎么帮你 赵四金说道 楚兄 我想去卢州府 那里要比我们这里繁华多了 那里的机会肯定比我们这里多 所以我想去那里闯一闯 赵兄 你说的对 这些年 其实我也想出去闯一闯 不过我爹始终不放心我 他觉得我能把家业守住就已经不错了 楚怀人不觉得有些羡慕赵四金 他虽然孤身一人 但是反而没什么羁绊 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他知道赵四金去卢州府 需要盘缠和生活费用 于是楚怀人二话没说 拿出二十两银子交给了赵四金 赵四金激动地接过了银子 说道 楚兄对我的恩德 小弟莫齿难忘 将来若有用地找我的地方 我定当万死不辞 就这样赵四金去了卢州府 他找了一家很大的米铺做了伙计 由于赵四金经验丰富 很快得到了东家的赏识 成为了掌柜 不仅如此 东家还招赵四金做了上门女婿 赵四金摇身一变也成了有钱人 楚怀人给他的银子早就已经还清 而且赵四金每次回来 都会找楚怀人一婿 如今楚怀人的父亲说将来家里的生意 交给他来打理 楚怀人想将家里的生意发扬光大 也想在卢州府施展拳脚 有赵四金这个朋友在卢州府 很多事情要好办得多 想到这里 楚怀人决定到了卢州府以后 晚上去找一年未见的好朋友赵四金 一来是朋友相聚 二来是和赵四金谈谈自己的想法 楚怀人想着想着 也犯了困 在马车上睡着了 他梦见一个白衣少年对他说 恩公 谢谢你们夫妇二人买下我 将我放生 你们对我的恩情 无以为报 我这次来 是为了提醒你 你的那个所谓的好朋友赵四金 你不能和他走得太近 他心术不正 恐怕要谋害你 最好别去他家中 楚怀人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他救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白狐 他赶紧说道 公子 何出此言 我和赵四金可以说是莫逆之交 无话不谈 更何况我对他有恩 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害我 为什么这次要害我呢 白衣少年说道 恩公 此言差矣 此一时比一时 他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本来就是因为过够了穷苦日子 用入坠换来的 他的贪念已经被打开 你作为他的好朋友 自然就成了他要坑害的首要对象 楚怀人还是不相信白衣少年所说的话 他赶紧说道 我很快要接管家里的生意 想在卢州府打开局面 离不开赵四金的帮忙 你的话有些危言耸听 让我实难相信 也罢 作为男人 想有一番作为没错 但是交友需要谨慎 既然你对你的朋友如此有信心 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提醒你 他若请你吃饭 你千万别吃鱼 白衣少年说完 楚怀人立即问为什么 突然楚怀人的妻子李氏摇了摇他 并且问道 相公 你是不是做梦了 总问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原来是难科一梦 楚怀人本想告诉妻子自己的梦 可是又觉得很荒唐 而且他也不想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朋友有什么看法 于是搪塞了过去 拿起盛夏师桑圣和李氏吃了起来 楚怀人边吃边想 既然梦中白衣少年颜值早早 还是先不去找赵四金 等找别的朋友打听打听赵四金的情况后 再做决定 没过多久 他们就进了卢州城 楚怀人和李氏下了马车 一边逛一逛活动活动筋骨 毕竟他们坐马车有些久了 也需要寻找客栈准备住下来 他们走着走着 说来也巧 竟然迎面遇到了赵四金 赵四金见到楚怀人觉得很惊讶 又看看了李氏愣了一会 不过很快他笑盈盈地走了过来 说道 楚兄 这是哪阵风 把你们夫妻二人给吹来了 你带着大嫂来卢州府所为何事 你们这是找客栈吗 既然到了卢州府 岂能让你们住客栈 相请不如偶遇 你们晚上就住我家 我岳父岳母 还有我娘子去了亲戚家 今晚都不回来 我好安排下人摆设酒宴 为你们接风洗尘 然后你我好畅谈一番啊 可是楚怀人心里咯噔一下 卢州城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他梦见白衣少年 提醒他不能和赵四金交往 怎么这么巧就遇到了他呢 难道白衣少年是蛇仙 他能掐会算 楚兄 莫非你是瞧不起小弟吗 赵四金见楚怀人有些犹豫 他赶紧问道 李氏也发现端倪 他虽然不清楚楚怀人做了什么梦 但是他知道自从相公醒来之后 一直若有所思 忧心忡忡的样子 于是李氏赶忙解围道 赵大哥 我相公周车劳顿 想必是不太舒服 若是他一个人住你家还好说 可是他带着我还有管家这么多人住你家 只怕事不合适吧 对对对 赵兄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晚上还是住客栈 还是不叨扰你了 这次我来卢州府 要帮我父亲谈些生意上的事情 还要带娘子去他的娘家 一时半会不会回去 我们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见面和畅谈的 不如改日我在登门拜访 我娘子一路奔波 也很辛苦 我想让他早些歇息 楚怀人见妻子帮自己解围之后 连忙说道 赵四金立即说道 罢了 既然你们不想住我家 那晚上我做东请你们吃顿饭 让我尽一下地主之意总可以吧 前面就有个客栈 离我家不远 我和掌柜很熟 我带你们去 楚怀人心想梦中之事未必是真 赵四金和他多年的好友 既然遇到了 如果这点面子都不给 确实说不过去 便和赵四金边走边聊 一起到客栈住下 赵四金说道 你们先安顿下来休息片刻 我回家安排一下 等晚饭好了 我就来请你们到我府上一去 还请你们务必赏光 到了客栈 离是有心想提醒丈夫 他觉得赵四金看他的眼神不对 但是他常听丈夫说起 他的好朋友赵四金 所以他没好意思明说 不过他劝楚怀人晚上别去赴宴 可是好有赵四金的一片盛情 为人处事的这些人情事故 还有他以后要在卢州府做生意 不好不给赵四金的面子 所以楚怀人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能推就推 到了傍晚时分 赵四金果然来请楚怀人夫妇 去他的府上赴宴 楚怀人推辞再三 可是推脱不掉 只好同意 不过立是说他奔波了一天 不太舒服就没去了 他叮嘱楚怀人早去早回 免得他一个人住在客栈害怕 到了赵四金家中 除了下人只有赵四金一个人 一桌子丰盛的韭菜已经被齐 中间有大盆鱼 赵四金指的那盆鱼说道 楚兄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鱼 我特地为你准备了 保证你没有吃过 吃了以后再也忘不了 楚怀人虽然喜欢吃鱼 但是想起下午的梦 他有些犹豫 所以他没有动筷子 而是和赵四金聊起了生意上的事情 赵四金叹了一口气说道 楚兄 还是你好啊 到底你是家中的独子 你家偌大的家业都是你的了 以你的才干和经商头脑 很快就会将你家的产业发扬光大 不像我啊 无论怎么做 都只是个上门女婿 稍有差池 我岳父都会对我诸多责难 难啊 不过你以后来卢州府做生意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也好让我做些成绩出来 让我岳父对我刮目相看 楚怀人听赵四金这么一说 对他有些同情 便将这次来卢州府的来龙去脉 都说得清清楚楚 二人边吃边喝边聊 只不过楚怀人始终没有动那盆鱼 赵四金说道 楚兄 你怎么不吃鱼啊 我跟你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鱼 这可是仙人鱼 它从鱼卵孵化出来后 每天围他牛奶等他长大些后 给他食人参等药材 吃了他可以延年益寿 可是滋补佳品啊 我见你来了之后 好不容易从我朋友那里弄了一条过来 因为你对我有恩 要不是你当年收留我 资助我来卢州府做事 我哪有今天啊 虽然我现在不是很顺心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做出成绩出来 肯定会得到我岳父的承认 到时候我们在卢州府联手 生意一定会做得顺风顺水 说完 赵四金给楚怀人咬了一碗鱼 也给自己咬了一碗 然后大块朵鱼的吃了起来 一边吃 一边对楚怀人说道 楚兄 你最喜欢吃鱼了 怎么不吃呢 你不会怀疑这鱼有毒吧 赵兄 你想多了 我怎么会怀疑你呢 楚怀人本身就爱吃鱼 又见赵四金吃得津津有味 梦中白衣少年提醒他不能吃鱼 多半只是个梦而已 一只白虎怎么会是什么狐仙呢 想到这里 楚怀人也吃了一口 不吃则已 一吃大吃一惊 因为这鱼果然鲜美无比 吃了第一口 就想着吃第二口 不多时楚怀人就吃完了一碗 然后自己又咬了一碗 楚怀人难以控制自己 一连吃了三碗 可是很快楚怀人觉得一阵恶心 怎么都吃不下去了 还跑到外面去土了 赵四金大吃一惊 赶紧跟了出来 不过他手里握着利刃 正在此时 突然一个白衣少年 领着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的妇人 他们正是赵四金的岳父 岳母和妻子 他们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赵四金见事情败露 手握利刃 想拿楚怀人做人质 可是他手里的利刃突然变成了毒蛇 吓得赵四金赶紧将他扔在地上 赵四金的岳父怒道 赵四金 你也太狠了 竟然想谋害我们一家三口 好抢夺我家的全部家产 而且你还想害你的朋友 来人啊 赶紧把他给我绑了 话音刚落 仆人一拥而上将赵四金拿货 赵四金惊慌失措地说道 你们竟然没事 这个白衣少年是谁 他为什么会和你们在一起 原来赵四金自从入赘之后 他的岳父将家中的一部分产业交给赵四金打理 赵四金一直想大展拳脚 成就一番事业 他觉得机会难得 可是赵四金急功近利 很快让家中的生意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赵四金的岳父便将生意上的事情收回自己打理 赵四金为此怀恨在心 觉得岳父不信任自己 放着自己 赵四金几番苦苦哀求之后 他的岳父坚决不同意让赵四金继续打理家里的生意 让他在家做个闲人 再加上赵四金入赘之后 他的妻子一直没有生儿育女 因此他在家里的地位每况愈下 赵四金一直想着除掉他们 好独自继承全部产业 他苦苦寻找找到了所谓的高人 高人给他一种鱼 这种鱼虽然味道无比鲜美 可是他身上带着一种类似麻沸散的东西 这种鱼吃了以后 会让人精神恍惚 忘记饥饿 一直有吃下去的欲望 所以才会如恶鬼附身 最后可想而知 会被活活撑死 让人无法怀疑到他 赵四金便买了几条放在家里 然后说见个朋友出去了 实际上他接待楚怀仁的对方 不是他自己的家 而是一处别院 因为赵四金和岳父母 还有妻子的关系闹得很僵 经常一个人住在别院 赵四金本来不想节外生枝 可是既然被楚怀仁撞上了 得知他是来卢州府做生意的 身上肯定带了不少钱 而且他见楚怀仁的妻子李氏貌美如花 也动了邪念 他想借机除掉楚怀仁 再喊李氏过来说他的相公撑死了 赵四金想寻找机会霸占或控制李氏 而且楚怀仁是家中独子 他不在了 说不定楚家的家产 他也有机会拿到手 没成想楚怀仁吃了几碗鱼 竟然吐了 白衣少年 也就是楚怀仁救的白狐 因为遭受山中别的修炼之物的突然攻击 暂时失去了法力 被猎户捕捉 他备救之后 回洞中调息之后 已经恢复 他在梦中提醒楚怀仁 别和赵四金交往 让他别吃鱼 可是他发现楚怀仁不相信自己 只好进了卢州城帮楚怀仁 他推算出赵四金要害自己的家人 他赶紧去了赵四金岳父的家中 及时阻止了正在吃鱼的他们 然后带着他们来揭穿赵四金 楚怀仁得知情况后 赶紧来到白衣少年跟前磕头谢恩 白衣少年赶紧扶起楚怀仁 楚怀仁问道 既然这个鱼有问题 那我怎么后来会吐呢 白衣少年看了一眼 楚怀仁吐过的地方 说道 是你命大 不 也是你心地善良 诚实守信的原因 那个猎户送你的丧肾 恰巧可以解读 鱼和丧肾在你肚子反应之后 让你觉得恶心想吐 如果不是这样 就算你没有性命之忧 恐怕也要遭大罪了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没什么事情 我先告辞了 白衣少年飘然而去 赵四金因为这件事情 被送到府衙 收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楚怀仁回去之后 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李氏 二人感慨万分 后来他们夫妻恩爱 孝敬父母 凡事有伤有良 他们生儿育女 行善积德 就寄穷苦 不过楚怀仁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他行事低调 在结交朋友的时候小心谨慎 他不仅生意顺风顺水 而且一生平平安安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